好 老师和橡皮的大对决 我写得比较快 你们一定要好好的给我 快点写下来哦 北京烤鸭 什么 太好了 我哪看到没有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呀 三 二 一 我偷偷 我是面前缺上披萨 我是蛋糕上披萨 快 好吧 那咱们就开始比赛吧 开始 天才 海公主呢 我给你弄擦掉 哎 你不掉了 洗好几遍 太晚了 啊 来干嘛呢 上课时间干嘛拿着食物在那里开玩笑呀 老师 这是橡皮擦 这个确实是橡皮擦 是吗 这是橡皮擦 哇 哇 嗯 好神奇 嘿 不过 在我的上课时间打打闹闹 我可不会就这样放过你们 哈 哇哇哇哇哇哇 哇哇哇哈哈 哇哇哇哇哇啊 一起来参加比赛呀 赢的人 我就把橡皮擦还进你们 要跟我一起挑战吗 老师居然说要比赛橡皮擦 但是我们也没办法输啊 输了就要被没收橡皮擦 挑战 现在就把我们要比赛的内容 写在本子上吧 漂亮 我 我 呦 聪明的 好了 现在就把这句话 写在你们的本子上吧 快点写 拿出我们新的橡皮擦了 三二一 汉堡 汉堡 我要用我最爱的汉堡 是不是超棒的 这是橡皮不可以吃哦 嗯 要用哪个动物呢 我要用我最喜欢的小鳄鱼 好啊 居然有新的橡皮擦 那么现在赶紧开始比赛吧 一 二 三 三 开始 好 老师赢 你怎么翻我的小米 来吧 都交给老师吧 现在都被老师没收了 朋友们 上课时间千万不可以打打闹闹哦 下次再这样 老师还是会没收的 小风鲤们 你们会喜欢哪种橡皮擦呢 快留言告诉我们吧 什么 你们居然没看过 小林特林 赶快搜索一下吧